一命二孕三风水四基因德国读书 这是古人比较早就传下来的 有相当的道理 那我们就从一开始 一命 什么是命 到底有没有命 你说你有没有命 猫有猫的命狗有狗的命 对不起我不能哭那败一次我受不输 这个命 一说到这点 就说命能改了 命怎么不能改 不要急说话 命这个字加我们是一个口一个令 就是说要么 你要听从口令 你不能改 你就顺命了 要么 你就要发号施令 你就要说了 那不是嘴上说的 你也有那个能力 真正 能改多少 累生累世 你这是一世 岂能改世事 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圆选里面 有山一星像 这个星就是命 也叫山一命像 山一命不像 不管是哪一个 这个命排在中间 那他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那他是不是最重要的呢 再说 不一定 但是 前面两个 那是让你改 后面两个 还只是算 测 所以说 这个 你能不能改 所有要改 这个 性命 这就是一个事 就是我们算这些 就是根据天体能量 反复强调 现在科学 因为已经 能探知一二了 这个就是 行星的能量 对地球的影响 更不要说 人在地球上 那运呢 这个又与产生分歧了 因为 因为 这个 讲八字的 他都说 这个一排下来 这个运也是定好 运 我们用现在的这个 这个 字看 一个云彩 一个走 那云你能不能控制 不好控制 那走呢 看你要怎么走 所以说 运一个是外在的 环境的这个趋势 一个是看你怎么去运 你运化不了你还可以躲 那你躲到什么程度 那也是你 一个是内在的 看你这个怎么运这个气 运的好就是运气不好 运气不好 那运气不好 这个 这个 风水 看 星斗 26 风水 看水口 看地下 一个是看天象 36 风水拿上楼盘 蓝街走 也不是单纯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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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连起来 大概分三年可见 你说的对 走 对我只是会很灵类 几年 今次 做得对